是的沒錯 剛剛一開始在鏡頭上面 那位長身材看起來 非常細長的男生 其實我們從那鏡頭畫面 看起來應該是一個身高非常高 但是也蠻瘦的一位男孩子 應該男生 27歲 他叫什麼名字呢 他叫做陳任郎 任郎 陳任郎 那麼事實上這個案子 他父親叫做陳正維 那麼這個陳任郎 把這個父親給就是殺掉了 那麼主要原因就是 他父親實在是真的做了很多 讓他們家不開心的事情 是從小到大就這樣子的嗎 對 請問你看嘛 他這一刀下去 他在我們刑法上叫殺害直系 尊親屬紀物 陳任郎 陳任郎是父親 那陳正維是兒子 陳正維是兒子 因為父親他從小在他眼中 你看他一個小孩 小孩比較大 他回到家裡面 看到的就是罵媽媽 打媽媽 那媽媽都不好過 那回來對兩個小孩子 他也沒有任何的鼓勵 這種人在我們臺灣的社會裡面 有沒有 我相信這一刀下去 我知道大家都把他當兇嫌來看 對 因為那個晚上 他因為爸爸回家之後 他很不爽 我第一眼看到這新聞的時候 我又想說這個小孩 又是哪裡的 可能又是吸毒什麼東西的 後面故事不是這麼簡單 或者是又像林清月一樣 跟爸爸要財產要不成 然後殺了一百一十七刀 結果不是啊 現在很多的故事背後 你再去看那一刀的時候 有很多的無奈 那為什麼 我剛才講到是他店裡面 他這兩個兄弟是在店裡面倒三缸 從溝中開始倒三缸 他看到爸爸禮拜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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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住 回到家裡面呢 想說 大家生日子洗一洗 整生日子滑滑 又羊肉 羊燒味 媽媽也回去洗衣服 洗一洗 整體洗一洗 他爸一進來 你酒還沒退 又在那邊打開 你給我沒面子啦 甚至於我不知道記者的有沒有稿子 搞不好他腳來 手來也不一定 後來他受不了了 他衝上去 跟他對他爸爸 兩個兄弟都要衝 他媽媽只拉到一個 拉到一個 一定會一個就衝上去了 不會鬆就跟他爸頂兩句話 他爸就說 不然你是怎樣啦 你我生 類似這樣 他一不爽拿煙草起來 往他頭上就尻下去 煙草就尻下去 你說 陳振偉 陳振偉 他拿煙草就往他爸爸頭上尻下去 因為忍無可忍 我相信這個動作不應該 我絕對不能鼓勵小孩打爸爸 絕對不應該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下去之後的背景 你看看他一些 前面講 他整天在家裡 在店裡 整天在店裡面幫忙切羊肉 看著他媽媽整身汗汗 我不曉得這個煙草下去是為什麼 但是第二次他整個忍無可忍的 是拿刀子往他爸爸的頸部上 再插一刀 插完之後他整個人醒了 因為所有人都大叫 你怎麼看老闆 他整個嚇呆在現場 臉色八白 他也沒有跑 也沒有逃 也沒有任何的 再去傷害另外一個人 就在那邊等警察來抓 後來場景就看到在警察局裡面 靠在那邊 然後說 我很對不起我爸爸 他到現在都還講出 我對不起我父親 因為他奪走他父親的命 是不應該 我知道 這整個事情大家聽起來 逆子四父 可是有志 你說這故事的時候 之前好像也發生類似的案例 一個男生 他一個小男孩也是把他父親 就殺掉之後 他說我寧願賠我這條命 為了保護我媽媽跟妹妹的安全 在幾年前也曾經有一個 這個樣的案子 那這個案子 那時候也是小孩子 幾乎一模一樣的場景 一模一樣 然後那個也是回去家裡面 那時候爸爸又是喝醉酒 然後又是在那邊滷小小 然後在那邊又發脾氣 對家裡面不爽 他直接就往他爸爸身上 招呼 就下去了 這也是一幾刀就誓死了 結果呢 那時候本來我們新聞報導 當然是逆子四父 那當然 所以那時候有些談話性節目 也是要去談論說 這個小孩子那麼糟 可能那麼糟糕 可是我們後來我們就覺得 每一刀後面一定都有故事 是 我們高雄的記者再去追 發現原來這爸爸跟剛剛傑民 跟你講的這個 這個一樣 長期 長期 因為很重要 我再講一次 長期家暴 那這個家庭充滿了仇雲產物 結果這個小孩子被抓到警察局去 檢察官都要起訴了 那要判什麼 我跟你講 殺害植棄村親屬 幾乎唯一死刑 是 但因為他幾乎 他也是孝子 也是孝子 對他爸爸媽媽也很照顧 所以他的阿嬤出來哭 阿嬤家裡面的人出來哭 這次也是 等一下你會知道阿嬤的故事 但是不但是阿嬤 連他感動了所有的六個林長 是 還有一個里長 全部出來 然後跟里裡面去連署 連署什麼 里長拿連署書 到敲門叩叩叩叩叩 旁邊隔壁那現代的老闆 那不可能啦 那不可能啦 我們現在要叫 沒關係 你要做什麼 我們有辦法連署 讓他再叫他 所有的鄰居親戚 一句話都不講 連上面的字都沒看 簽下去 所以這個孩子是很孝順的 好 所以問題來 其實兩個案子 都有這種情況下 都是阿嬤替孫子求情 鄰居替這個孝子求情 可是孝子侍父 你殺爸爸把他當作孝子 這件事情真的讓人家覺得 觸目驚心 來看一下 孝子 侍父 好 我們中間 而且中間都是父母 這到底問題有多嚴重 阿嬤為什麼要跪下來 求說法官大人 一定要讓我們這個孝子回家 這背後代表什麼樣 令人覺得無法接受的事實 就是到底這是長期隱忍嗎 可是我們不是有所謂 立新社會服務機構嗎 不是有113保護專線嗎 不是有家暴法嗎 為什麼這件事情都沒有辦法處理呢 阿嬤這一跪 真的讓人心都碎了 等我們聽聽看 實際怎麼講 這阿嬤一跪 鄰居說 鬥不住 進口廣告